今年的主题就是地球与塑胶 那么也就是多一塑不如少一塑 减塑势在必行 以及连续第四年举行的地球解方 永续设计行动年会 号召科技 企业 教育 地方政府等等 集结超过40名的专家讲者 从八大观点来剖析议题 如果以我们的塑胶没有变化的持续 优势等比的成长的状况下 到2050年 他们的量可能会到达65亿吨 由永续倡议大使庄开文 担任全球塑胶公约议题主持人 进行跨领域深度对谈 同时今年4月也推出ESG新品牌 TPPS Good 透过深入浅出的内容 从民众的日常生活策动永续 也推出了线上策展 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是 我从昨天晚上已经开始身体类型了 告诉你说洗衣服的时候 到底应该用热水好还是冷水好 生活中就能达到永续的小配搏 让所有人都能够更贴近 加入永续行列 除此之外也邀请艺人 响应一树一山众树活动 以实际行动守护环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